11月9号 白宫在一份简报中说 将增加联邦对港口拨款的灵活性 加快港口基础设施拨款 增加沿海航运 内陆水道和陆地入境口岸的建设项目 并将启动由两党基础设施协议资助的第一轮扩大港口设施拨款 这些行动包括 通过交通部为港口拨款提供灵活性 以解决供应链中断问题 为正在兴建的塞凡纳港弹出式集装箱堆放的项目提供资金 为在未来45天内启动的港口和海上高速公路提供4.2亿美元的拨款 并且确定沿海和水道项目 为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建设提供40亿美元的资金等等 白宫官员表示 周二宣布的这些行动都是相对短期的计划和项目 还有更多的行动将陆续开展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 瑞丽综合报道